她的確她很荒謬 我們看到她非常荒謬 為什麼她非常的荒謬 一開始我剛剛講說 在中國沒有民主制 有記者願意 講真話被抓 台灣卻不斷的在自我言論审查 其實報紙、平面或者是電視台都一樣 都是這樣子 我相信我們自己在當記者的時候 遇到這種事情 我們都非常的難過 也非常的憤怒 可是我們卻 很多時候我們為了我們自己 必須要在廢墟裡面 我們試著要讓她開主意的一個化 我們在那邊我們非常的吞人 不然去做很多的事情 可是終究那是一個非常扭曲的 非常奇怪的一個環境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把它呈現出來 那尤其是一直在探討說 後面的那個黑手 這樣我相信在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以前媒體都是黨政軍控制 可是後來發現說政治似乎一直都在 它只是化身成不一樣的樣貌 它用成經濟 尤其在香港 狀況是更是比我們還更慘 所以這部片子 其實我最主要的是要把它印照到 台灣整個媒體的環境 目的是這個樣子 你剛剛講說最近一些被迫說我不是台獨 你應該就是要講待遇的事件 那你對於他這個事件會對於他 那有什麼事 好 其實我坦白說啦 當我們可能用一種很憤怒或者一種悲憤的狀況 比如說包括之前更早之前周子瑜事件的時候 我覺得不管你是要去講說台灣一點都不能少 或者說去舉發誰是台獨 或者是說去說明說比如說像帶導 然後他說他可能沒有參與或是台獨等等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說基本上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扭曲成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其實我是心疼的 坦白講我是心疼的 不管是誰講出各式各樣的言論那是心疼的 尤其對於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來講 那是真的很荒謬很 我認為是匪夷所思的 我們都一直在追求什麼 我們台灣最引以為傲的不就是自由嗎 可是我們現在回想 我們現在竟然是有那麼多的外力 干預 那隻黑手不斷的要求你去表態 你要為了要生存 然後你就必須要做什麼事情 你不覺得那個就是有一個人在刑場上面 然後逼迫你去做你一個雞不願意做的事情 甚至是然後否則的話我就要殺人 讓你沒有辦法生存的道理是一樣的 我覺得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當我們看到基安在欺負大雄 我們看到了這件事情 我們都沒有任何的反應 我們想說大雄你怎麼會講這種話 你不應該講這種話 可是我們都沒有想說是誰 來逼迫大雄去做出他違背他願不應該做的事情呢 他不願意做的事情呢 我覺得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我相信啊 我相信啊 如果我們大家 多能夠團結起來 說基安你這樣不斷 基安以後就沒有辦法再欺負大雄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吃大雄 我每一個人都會吃大雄 我每一個人都會吃大雄